經典神作一輸久來了 但故事卻是讓人十分傻眼啊 來 直接講結局 怕被劇透的快點關掉吧 好 其實主角們通通是複製人 什麼 這麼勁爆 很久很久以前 不同陣營的神爆發了戰爭 而吸引他們的人類也跟著開打 結果神滅亡了 人類還活得好好的 老闆跑路了 員工只能應接業務 人類承擔起對抗怪物的責任 但怪物有點強 看不太住怎麼辦 欸 此時就有個煉金術師 想到了一個不用付基層薪水的方法 啊是不會用複製人來打怪嗎 死了就再換一批 啊這麼簡單還要交 於是複製人打怪物打了幾百年 直到主角的到來 欸 感覺這設定還不錯啊 怎麼會說他爛 各位朋友 說到複製人的故事 難免會扯到生命倫理 被複製出來的人類 他有真正的靈魂嗎 在社會上 外界又要如何看待 是當作物品還是當作生命 能否變成健康器官的提供來源 都是非常引人深思的 而一書九很明顯就是不正當實用 把他們當成消化品去打仗 非常沒人性 所以當主角們發現自己其實是複製人 悲傷難過痛苦哭泣 甚至崩潰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完全沒有啊 大家瞬間理解接受 簡直不要太冷靜啊 欸 基本 是不是少寫了什麼 最殘忍的就是主角的經歷 阿特魯跟夥伴一起打拼冒險 又突然跟他說 其實你是複製了 真正的阿特魯一直被關在監獄 聽到這種 否定自己存在意義的話 正常人都會憤怒的 什麼 原來自己是昨天才誕生 所謂的過去經歷 只是被科學家植入的假經歷 打擊是不是很大 怎麼可以隨便玩弄他人生命 結果一書九搞了個無縫接軌 當正牌的主角從見天日死 阿富士人就剛好掛掉了 他們就不會彼此矛盾了 直接迴避問題 這也太小了吧 照理說他們要來場秘密決鬥 勝出的人就能用阿特魯的身份活下去 而觀眾永遠都不知道 贏的是哪一個阿特魯 留下超大的懸念 並激起對複製人議題的討論 結果買梗卻不爆梗 一切都是平平淡淡帶過 太空虛了吧 好比說有本電影愛犯話 有天父親再婚了 後母帶來兩個美女雙胞胎姐妹 一個烏雲下肯定會爆發出許多趣事 啊並沒有 主角搬出去住 然後跟社團認識的學妹在一起 靠這次在演三小 那薩尤其是弄錯後母設定幹嘛 誤導師聽嘛 好真相是什麼就算了 挖掘真相過程更詭異 這麼大的陰謀 是不是主角要在冒險中得到各種線索 整理分析展開追查 抽絲剝繭 終於了解到事情的原貌 結果一書九怎麼搞 直接用講的 誒你們是複製人喔 到底在搞什麼啦 懸疑性整個都沒有了 故事前期就是 誒有個驚人秘密 想不想知道啊 但不跟你說 呵呵 自己去建議看看吧 瘋狂賣關子 但又缺少賣關子的合理性 社女阿普利利斯 一開始什麼都知道了 明明講出來大家比較好做事 卻在那邊裝神秘 根本是在坑隊友嘛 好啦 真相呈現的手法是爛了點 那事情的解決法弄好一點 總可以了吧 也是整個糟糕啊 煉金書士有個超厲害的能力 他可以只用別人的記憶 就完美重現出複製人 所以才抓住阿特魯 把他旅程中遇到的神人 都叫出來處理事情 果不其然啊 煉字出來的神 太過冷酷要搞大驚喜 變成最終boss給大家打 哇哦 連煉金術也處理不了怪物巢 怎麼辦 結果還是靠煉金術 突然這些傳說中的靈魂又變好了 幫大家解決問題 故事完 所以一書九的劇情 縱觀來看 不管主角有沒有努力 事情都會得到收尾 他只是負責被抓去提煉記憶而已 打到結局時 完全不知道之前在戰鬥什麼 哦 沒有人是壞人 只是他們手法比較偏激 然後又不跟你講而已 啊你抗議也沒用 因為最後真的是靠煉金術解決問題 這空虛程度 抗比夢結局啊 而無奈的感受在第二輪更明顯 所以 聖女Apple Littles到底在幹什麼啦 裝模作樣 講一些中二的話 把人捲進來 還很得意的樣子 啊結果 秘密一點也不重道 好 劇情的無奈就講到這 還是要推薦一出九給大家 這一代最大的進化 就是城鎮變得非常大啊 暢遊其中 穿梭在每個角落 尋找隱藏的寶箱 開啟各種特殊獎勵 光是這樣跑來跑去 那種出國觀光的舒適安寧 就把渴望冒險的心填得滿滿的 只會票價了 戰鬥更是一等一的好啊 流暢快速 攻防止血 敵人配置巧妙 早知多變 迷宮的前進 靈活有動感 具有相當的挑戰性 實現了極高端的平衡 所以劇情不看 光是戰鬥與探索 就可以拿滿分了 說真的很可惜啊 就遊戲性來品的話 一輸九真的是讚 但爽過之後 卻很難在玩家心中刻印 咦? 最近好像玩了一個很棒的作品 可是他演什麼不太記得而已 這 就是一輸九